各位在金门的一只蝴蝶扇扇翅膀 那么大洋彼岸的美国 有可能刮起一场核子风暴 这就是蝴蝶效应 金门的撞传事件之后 台湾当局是越来越硬 这里边没有美国在后边的这种挑唆吗 那肯定是有啊 对吗 邱国正说要对这个解放军的舰船过界就开枪 当然了我们认为他是吹牛逼啊 但是这个事情老伙看见了吗 那岛内和这个美国这边呢 都在为武统之后来做这个盘点 那武统之后美国会丧失什么呀 美国会丧失所谓的这种世界老大的威望呗啊 这个台湾啊 台湾这边台积电被拿下 说是美国的供应链就断了 因为台积电呢 不仅有高端的芯片 那美国的什么导弹啊 这里面的芯片啊 都得依靠台积电啊 如果是台积电被拿下了 美国连导弹都没芯片了 那意思啊 就不能放手不管啊 就不能放手不管 反正是 说美国的霸权呢 也会受挑战啊 而且呢 这个全球这种权力的格局就会倾向于中国了 中国就会成世界老大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现在的这两天 中美两国呀 这种对抗 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了啊 在这个两会举行的这种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 王毅好好地把美国啊 又给讽刺了一番 那就跟逊孙子一样啊 到中国这两个字 就紧张焦虑 中国外长星期四 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 升高了中国对美国的因此攻击 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 做一套 大国的信誉何在 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 就紧张焦虑 大国的自信何在 这种论调和去年九月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加州会面时的气氛形成对比 那次会议有助于美中关系的稳定 星期四 王毅指责华盛顿不守承诺 并说美国试图通过制裁来遏制中国 尽管美中恢复高层关系 但是美国在人权和中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 扩大了对中国的制裁 即使莫斯科入侵乌克兰 王毅仍在记者会上为中国支持俄罗斯进行辩护 王毅还在台湾举行总统就职仪式前向台湾施压 北京认为新当选总统是分离主义者 在与菲律宾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日益紧张之际 王毅誓言将对外部势力的挑衅和干预 采取果断反击 王毅发表这番言论之际 被视为橡皮图章的中国年度全国人大会议 正在严密警戒下在北京举行 试图对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 做出正面解释 很多计划们看到国家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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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方的方法来认为中国的国家政策政策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中国的问题不可能会避免 比尔甲洛,BOA News, 北京 中美的对抗现在是不可避免了 对吗? 那么现在中国的央视透露出一条 令人可以说是三思的一个信息 因为最近的几天海外的这帮独龙运都在叫好 美军进驻金门了 特种部队已经进驻金门了 我给大伙说 我说美军的特种部队进驻金门应该是误传 因为应该是教官 因为根据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法案 台湾的军队基本上是由美国的教官来训练的 已经多少年了 对吧 那么美国的教官在金门 这个不新鲜 因为金门有驻军 但是今天央视的一条消息 有可能是说我说错了 你看央视的评论员叫做杜文龙 著名的军事专家 据说是个 他说美军进驻了金门 距离大陆仅8公里 说根据央视网报道 按照202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的约定 美军有可能在金门 马祖 长期驻守 还有澎湖 也就是说目前围绕着下金海域台湾地区的所谓的海巡署的恶行 不排除有美国人在支持 按照美国与台湾岛的关系 那现在是越来越密切 众多的洋教官都在台湾岛搞各种训练 也可能是个幌子 最近随着重型坦克向台湾出口 现在好像有很多方面都形成了较强的军事训练关系 而且美国声称今后要给台湾地区训练更多的人 整建制的装甲旅都要到夏威夷了 到美国本土搞训练了 特战部队要结合台湾岛的地形进行各种改进和发展 如果按照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湾岛的打算 现在火热的金门将由美国特战队进驻 澎湖与外岛地区的防守离岛地区的守卫 如果紧靠那么几门炮 几个人不可能守得住 要把这些点当成攻击平台 当前沿阵地 也说明了美国正与台湾岛进行外岛战略 离岛战略的联合策划 如果把这些点不是当成一个挨打的据点 而是当成进攻的前锋 当成毒刺主动发动攻击 那么他的位置前出 情报信息的观察效果相对较好 所形成的攻击效果比跑到山洞里挨几炮 有可能更加的强劲 央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美军要在距厦门八公里的地方主动进攻 是吗 像金门的那种240毫米的火炮 那家伙什么都打不着 在解放军的火力攻击之下被摧毁迟早的事 这种打法对于发挥离岛外岛的作战能力有特别大的限制 这次美军有可能给台岛出高招 如果以这个点为核心 透过两溪渗透空中渗透 还有其他的袭击方式进入大陆的纵深 对于住房目标搞袭击搞破袭 甚至搞一些网络战都能够比那个躲在山洞里开炮要强大的多 这次在金门 台湾地区所谓的海巡署之所以如此强硬 台湾当局之所以强硬 目标可能就是守金门 现在金门只要被攻破 进行各种封锁围堵 那些羊面孔在岛上的日子很难过 一旦被抓或者是被揪出来 台湾岛和美国军事勾连的关系将大白于天下 那些谎话都有可能被暴露 也可能说明台湾岛与美国的军事勾连方面 在敏感的点位一定有猫腻 那么多次谈不成这个强硬的背后 美国的指使如果它背后不使劲 台湾地区所谓的海巡署的那几条 破船现在早就投降了 这个大概是有背后的支持 如果美国向台湾岛施加压力 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 这个强硬态度也不会放松 是吧 美国是期待这样一种态度的 如果真的被封锁 或者是今后在澎湖和金门方面陷入被动状态 今后解放军的巡航行动 海警的巡航行动 会让外岛离岛的补给都成问题 这些岛上有什么样的部署 一清二楚 目前岛内生怕在金门澎湖的美军特战队员曝光 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吧 所以说 那央视的意思就是指责美国在金门真的驻军了 你们听出来这意思了吗 我看央视的这篇报道 我怎么就感觉央视在透底啊 那武统可能最近真的就要来了呀 为什么呀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武统的借口啊 就是台湾的分裂势力有外来的 外来的势力介入 外国势力介入的情况下 那就武统啊 这是这不是原来宣布的底线吗 那现在宣布美军真的在金门驻军了 那就干呗 那位说这是真的假的呀 我个人认为啊 央视这么说很有深意 但是事实上来讲 美军在金门驻军 它没有意义啊 为什么呀 你驻一海军陆战队 你怎么着 又靠这海军陆战队啊 这个反攻大陆啊 那解放军一顿炮火过去 那不就都成肉酱了吗 所以我觉得驻军没有意义 应该是美方官方宣布的 就在金门驻了几个教官 我觉得这倒是有可能的 但是既然央视这么说了 各位你们仔细评评吧 这个武统是不是真的要到了呀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